来自南投仁爱乡布农族的古小霜 代表台湾参加在乌兹别克举办的 202亚洲成人季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 最后他打败两届市井赛丰厚的日本名将公园美岁 为台湾再度拿下世界级比赛的金牌 另外其他选手也分别摘下银牌及铜牌的成绩 因为我赛前有一些受伤的状况 然后就是当下我是觉得好不容易 我的伤都复原了这样 就会想要好好的把握在场上的每一个机会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专心的在场上 然后也很开心就是能够顺利的得到分输 然后赢下这场比赛 这次面对到的对手是印尼跟哈萨克的 然后就是别的国家的对手实力也是蛮厉害的 上场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就想着尽力去打 把最好的表现出来 由于这次雅锦赛台湾代表队选手 都是出色南投旭光高中的空手道队 其中古小双黄艾伦以及曾韵文的三位选手 更是来自仁爱乡的原住民族人 这次雅锦赛中表现亮眼 不仅为台湾争光也为南投争光 获得新任县长许淑华特别接见 颁发奖金及奖牌鼓励他们 可谓是我们台湾之光南投的骄傲 所以我想我在这里除了要表达我的祝贺之外 明年的雅运他们也正在准备当中 我相信透过这一次在国际赛事有这么好的表现 不管是这个增加他们的视野也好 或者是说在这个比赛的一个强度 都能够为他们下一次做好更好的准备 这次有这么好的成绩 其实也辛苦选手 也谢谢后面支持我们的就是各位长官 那我们希望南投县也可以继续支持这些选手 让我们这些教练可以 无后顾之右继续栽培这些选手 除了班赞奖金奖牌外 县长许淑华也个别听取每位选手及教练的意见 希望为南投县打造更好的训练环境及奖励措施 减少体育人才外流 也让每位选手无后顾之忧 继续在赛场上发光发热 明镜新闻NOW 南投市长榜报导